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看一下慢镜 传手快色一板之后 正手再一打 迪亚兹也是来不及 边长莫及 这两个发球对孙英莎这一局来说很关键 漂亮 这个比分还是让球迷感到有点意外 那并不是太投入 希望他能够迅速的进入到比赛的状态当抓子 还是不能轻敌 好球 好的 漂亮 迪亚兹再度拿到局点 哇 这个有点运气 再攻 调打 这个确实孙英莎 看看迪亚兹的发抢战术 分了 要发球的情况下拿分 对了 就是说你有技 哇 漂亮 哇 这一板实在太漂亮 可以说是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但是差之毫厉 一旦到了正所谓大脚 在这个角度 迪亚兹呢 侧身去暴冲 所以单板还是可以 那么它的脚步移动就受到影响 并没有加质量 好的 这个位置的防守还是比较虚弱 明将啊 毫无惧色 敢打敢拼 心理素质还是很好 嗯 发了一个偷肠 嗯 发了一个偷肠 漂亮 漂亮 好的 一旦遇到了比如像国家队队友 像王曼玉 陈庆彤像这样级别的对手 那么像今天 连续的正手进攻 好的 漂亮 这球还有 放高球 不错 这板是影响 看一下 放高球之后 迪亚兹很凶 但是现在打到这个第三局之后 好的 漂亮 简简单单的 这个回球质量不够的话 也不容易形成沙板 这个球 8比2 看这个球质量不够的话 可以 看这个球质量不够的话 就看这个球质量不够的话 就看这个球质量不够的话 这样孙悠沙赢下了第三局 第三局赢得比较轻松 这样